你们应该对我了解的 手边这个机器呢 才是我对12代认可的模样 配着你们自己看一下表格 主板是华硕的Z690M Plus D4 M呢 区别于大版是为了上今天这个小机箱 内存呢 是D4D4 在我心里面呢 应该是上B660加上12400 这样性价比是最好的 超频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在功耗和发刃面前 超频完全没有意义了 Z的主板CADCPU 再加上散热你多花的钱 你不如用这些钱去买更好的 今天这个CPU呢是i512600K 6个大核4个小核 其他就是我们平常常规配置 水冷呢是酷冷之尊的240冷排 16G内存500G固态 V6的就600瓦的金牌的电源长城 微星的3060的显卡 机箱呢是一个非常小的 叫做古家赤销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DIY台式机 方案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 不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呢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我马上开箱 开箱前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中正电脑 点亮以后看一下外观 前面板是一个银色拉丝面 侧板的上半部分是玻璃 下半部分的是镂空 这是你们经常带的 深藏一次喝一瓶的 五升的矿泉水放在一起 可以比较出大小 设计很别致 前面板的下半部分进风 顶部呢是一个240冷排的水冷味 这种小机箱可以上MITX的主板 可以上240冷排 可以上标准的电源 其实还是很难得 厂家发过的这个机箱 我一眼就看中了 但是也有局限 就是不能上像玄冰400这种高度的散热器 接好的样子正在跑分 BIOS设置都是默认 3DMark CPU是13188分 显卡是8868分 我非常讨厌 Win11的开始在中间 原本立项点开始 你根本不需要考虑 直接把鼠标往左下角去滑就行了 你说为什么印度人做软件 喜欢朝着恶心人去做 这是CPU-Z的跑分 单核成绩也是非常好 单核CPU是140瓦 这个阿斯林冷排水冷轻轻松松 可以压住 CPU的温度也只有85度 现在环境温度24.2度 大核的频率4.7G 小核的频率3.8G 噪音不大感受还不错 温度最高也就86度 插线板上396瓦 600瓦的金牌电源 已经给够余量了 顶部的冷排出风口41.7度 噪音51.5分贝 双烤式显卡的温度66.5度 1.957G CPU的冷排要担负整个机器热量的排出 包括这个170瓦的显卡 所以现在CPU的温度95度了 143瓦 但是频率还是没降 这个机箱你可以考虑在底部 再加两个进风的风扇 另外就是顶部的防尘网 真的有必要吗 有点意思 顶部打开了以后 现在90度了 降了5度87度了 停下CPU单卡显卡 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R15 2090分什么概念 已经差不多是5800X 超过5800X了 远远超过I7 11700 也超过了I9 10850K 英特尔这是要干嘛 跑分的时候并不是一盒干活 几盒为关 大小盒都在运行 R20是6942分 这又是什么概念 还是超过了5800X 也超过了上一代的I9 11900 K 23的多核 18 202分 这个跑分你们结合价格 看你们自己看一下柱状图 几乎之前的所有产品 都没有存在意义了 I9 11900K高了47% 是好 但是它贵了一倍多 5900X是高了12% 但是价格贵了1000多块钱 5800X比这个CPU贵 性能还低了16% 你们自己暂停视频 看一下柱状图 我就不一一念了 I9上一代的 11900K 已经贵在这个CPU面前了 23的单核 1918分 也是彻彻底底的 非常高了 老板鲁大师 635000分 CPU216000分 格式工厂 剪视频140瓦 每个核心都在跑 119秒完成 你们自己再看一下图表 我也不一一爆了 你们自己暂停视频看 比5800X也是快了两秒钟 PR剪视频35.3732秒 这回被5800和5900X超了 但是这个速度也非常快了 内存是49G每秒 68.1纳秒的延迟 凯霞硬盘4527分 CSGO最低的画质 这个是比较看CPU的单核的性能 跑完了649帧 古墨令的五种模式全跑一遍 我跟你们说 帧数完全和10900K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也完全没受到DDR5DDR4内存带宽的 差异的影响 马上就看最低画质 会不会有差异了 最低画质184帧 这个就是CPU的差异了 既然单核强就看一下 英雄联盟的帧数 左边和上面其实都能看到帧数 2560×1440的分辨率 最高的画质 现在在中间战斗的时候 380帧左右 我的更新两个游戏 说是要8个小时 如果等不了的话 我就不等了 绝地求生更新 跑不了 看一下坦克世界是2560×1440 极高就最高的画质 帧数现在在120帧左右 130帧 CPU频率显示是错误的 可以不看 显卡的频率显示是对的 我其实很猜 玩一个地图 只能认识一条路 比如说像这个地图 我山上就从来不去 因为我不认识 也不知道怎么打 这个山口远处 我就知道怎么去 因为这个位置 可以一炮换一炮 大不了就是死了 但是总能开一炮 果然死了120帧左右 现在 我一般是30个人里面 最早死的30个人 我装什么游戏 他更新什么游戏 故意跟我对着来 永洁无键最高的画质 是2560×1440的分辨率 现在帧数刚刚进来 是90帧左右 这个人画的真好看 看来还想看 IPX英雄我放弃了 下载太久太久了 绝对修生终于进来了 这是2560×1440最高的画质 现在在90帧左右 100帧左右 再来改成三极致 还是2560×1440帧数 在200帧出头一点 我选的这个人物贼没熟眼的 对着天空500多帧 跳传过程中200多帧 基本上这个CPU 已经确定是最佳的游戏CPU了 i9 12900K肯定更好 但是性价比差 好了 应该不用继续了 16070帧 在房间里还是200多帧 没问题 各种流畅 烤机时的那种卡顿感 就很像AMB 我现在打字 我已经打完了 但是一直没显示出来 要等好久才能显示 我现在正在单烤CPU CPU我设成了全核5.0 跑分会提高一些 现在是18785分 跑分提高一丁点 功耗153瓦93度比刚才要提高一些 原则上的 我是非常不建议超频的 大家慎重 关掉了一盒以后 模拟一下即将上市的12400 1937分比11400还是有提升的 R205300多分 也是i7 11800H的跑分了 应该看懂吧 这是6核的状态 6核打11代的8核了 23多核是13957分 也是表现非常好的 i7 11800这种8核16线程的CPU的表现了 也就意味着马上的6核12线程的 i5 12400可以打现在的i7 11800H 或者说比较接近现在的i7 11700 但是也有变数 按照正常的逻辑 英特尔的i5 12400 应该不会给很高的频率 然后CPU Z的跑分 我会做表格 你们自己对比 我们的最低画质185帧 关了小核以后还提升了一帧 格式工厂剪视频155秒完成 这样结合跑分看 小核占比性能大概是30%左右 这样猜想的话 要2400比11400 应该在单核和多核性能上提高30%左右 这个比之前一代提高几个百分点要强多了 你们应该看过前一个视频 是i9 12900K 那个我没有任何感觉 只是走一遍流程过一遍 高端产品就是堆砌加钱堆料 没有乐趣感 i5呢我会有兴奋感 我没有想到有这么明显的提升 但是心情也很复杂 我会有担忧 你们应该很多人没经历过 AMD雷鸟啊 巴顿那个辉煌的年代 但你们很多人应该经历过 AMD沉沦的那个年代 在那个时间段 威胜啊 SACE啊 洋芝啊 那些产品都没了 包括NV的芯片组 ATI的芯片组也没了 百花齐放的时候呢 玩家有乐趣 有选择 厂家有顾忌 大了这么大提升这么明显 可以说是革命性了 在这之前 你们说我喷英特尔 说i5应该叫做i3 i7应该叫做i5 这一代就这个i5 就应该叫做i7 这种巨大的提升是好时 但是差距拉开不是好时 对于用户 对于整个市场 就我所知道 AMD会在明年年底 会有CPU的更新 明年呢 整个年度里面 只是在核显上提升 台设计不谈 笔记本马上就是年初的 22年年初的四大八小 i5 可以吊打AMD全家 这个CPU的核显我没看 回头看一下吧 如果还是那个32EU 那最多就是英雄联盟 最多 嗯 不过也可以PR的加速 再说价格 这个CPU呢 2000块钱不到 我觉得价格是比较好的 i7呢 已经超过了 大多数人的需求和预算了 i9呢 已经不在很多人的视线以内了 第一批订货的时候呢 大家没有认知 价格是比较低的 今天我们补货的时候 价格就很高了 涨了很多 下一批货呢 我们是全款预定的 价格又低了一些 那我们会拉一个平均价 时间呢 应该是在下周末会到货 再说主板 英特尔呢 惯例是先出Z 再出B 再出H 这一代 它提升这么明显以后 其实先出Z 是对AMD的保护 在我看的 现在超频 已经没有明显的意义了 只会增加一些 不稳定的因素 很麻烦 如果你想上12代 建议大家等明年的B 那AMD现在没有明显的反应 也是因为它的Z的主板贵 其余这个新品呢 我还是做了两个方案 一个呢 是把CPU换成KF 就是不带核显 价格是8499 第二个方案呢 是直接用核显 价格呢 是4699 肯定有人不喜欢 想做调整 没问题 找我们的客服就行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 搜中正评测 也可以到公众号来扫码 这样不会找错 公众号是搜中文的中正电脑 最后再补充一下 DDR4 我不觉得是瓶颈 在目前来说的话 非常有性价比的选择 就这样吧 I7明天到会简单的看一下 内容呢 就发在公众号吧 就不发视频了